屏东两名男子为了150万元跟50万元的债务 涉嫌杀害债主弃尸 那么其中一个人还找来他的侄子帮忙 那么现在三个人都遭到收押觐见 死者家属痛批 在案发过后 他们两个人还一起回到了资责所经营的猪油店 假装帮忙找人 一副要关心的样子 原来凶手竟然就在他们的身边 那么现在随着案情曝光了 也让家属直呼实在是太没有人性 至于两个人回到店里也被怀疑 是在打探消息 企图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只有店里大家忙着找寻死者下落 就是还不知道人已经遇害 更不知道嫌犯就在身旁 黑上衣的游戏男子 跟白上衣的送信友人 犯案之后装没事 上门假意关心帮忙找人 其实根本是在打探消息 实在冷血 游信嫌犯急欠死者150万 案发前传出还去赌最后一次 声称输钱就准备动手 结果真的输了 涉嫌雨欠50万的送信友人 预谋犯案 担心人手不够找来侄子帮忙 由送信嫌犯约出死者 游信熟指挡 涉嫌动手 债务起杀机 气势之后还回店里 假好心 死者确定遇害 而凶手就在身旁 再怎么掩饰 终究只包不住过 欠债杀人 得还死者和家属 一个招待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导